好的瓦斯爐的選擇 在廚房設計其實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廚房它是屬於比較悶熱的環境 傳統爐具它的火焰它是外闊式的 外闊式的設計它的熱能 大部分是液散在空氣之中 所以反而我們要煮菜 很多的熱度是散發在空氣 造成我們在烹調的一些家庭主婦 會覺得很悶熱很煩躁 好的內燕式設計它是一個專利型的設計 內燕式爐頭的設計它的火焰向內集中 而讓鍋底均勻加熱 可以達到國家能源一級的效能 第二個專利就是我們的鋁合金吸氣遮罩 它可以透過通分的進氣 讓我們的燃燒更完全 傳統的爐具因為吸氣進氣不完全 所以我們看到的爐火就是偏紅偏黃 感覺火很大 其實大量的熱能是液散在空氣之中 那在廚房的作業環境其實感到很悶熱 透過充分的進氣可以讓燃燒更完全 你看到爐火其實是很透明偏藍 所以這樣可以達到我們的燃燒效率更高 而不會讓大量的熱能散發在空氣之中 可以提升熱效能達到節能的功效 還有家庭主婦最在意的清潔問題 平常我們在烹調的時候難免煮稀飯煮湯的時候 會有溢出湯汁的這個情形 平常這種問題可能會導致爐頭的污染沾汙 或是說整個湯汁溢出來很難整理 透過雙層攤盤的設計 它可以把溢出的湯汁把它接起來 然後在清潔上也比較便利 另外瓦斯爐台面也是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會去注意的重點 傳統的瓦斯爐台面因為容易沾汙 所以在清潔上常常形成家庭主婦的困擾 選擇安全強化玻璃除了外型俐落美觀之外 我們在整理方面也不用費太多的心理 只要用濕抹布輕輕擦拭即可 所以每次在清潔廚房時會變得更簡單輕鬆 很多媽媽會擔心 小朋友跑到廚房去玩耍 開啟瓦斯爐火 現在好的設計 它的開關能夠透過延遲的設計 只要按壓3-5秒才能開啟爐火 所以小朋友去按的話 不會讓小朋友輕易的開啟爐火 來確保廚房的安全 總而言之 內燕爐頭的設計可以讓燃燒效率提高 鋁合金進氣罩可以增加我們的進氣率 雙層攤盤以及玻璃爐面的設計 可以讓家庭主婦在整理的時候更方便 可以讓我們在下煮的時候更輕鬆愉快